大家都在乱 就是先是党中央乱 务本培元乱 然后人选乱 这个三个 这个三个乱 如果不能够解决的话 干脆2024就把江山 送给耐清德算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2020大选谁来乱 这个问题是沈富雄 沈大佬他提出来的 他认为是郭台铭来乱 就是2024的大选 国民党谁来搅局 他认为就是郭台铭 那换句话说 他是这样子讲 他是看国民党情势大好 极有可能赢得2024 所以呢 他起心动念想要参选 但是事实上 郭台铭出不出来 跟2024的大选 没有必然的关系 确确的说 郭台铭这次出来 也是有国民党的人 去怂恿他 好 就是说鼓励他能够出来 但是真正2024的乱 就是国民党的党中央 为什么我要讲国民党的党中央 就是国民党党中央 除了举旗不定以外 他有各种形式的 不通的逻辑 为什么讲各种形式 不通的逻辑 就是第一个 我们想请问一下 2022国民党大胜 那按照道理 按照道理 国民党应该趁趁追击 接着连三胜 到了第四胜 就停止了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国民党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侯友宜 他刚刚当选 是否能够出来选 他们是游宜不定 那游宜不定的时候 目标转向郭台铭 如果侯友宜不能够选的话 那就由郭台铭出身 这个是党中央的 不通的逻辑 就是说侯友宜 他究竟要不要出来选 这个是由党中央征兆 即可决定 那就如同王宏威 刚刚选上的时候 就要出来参选立委的模式 是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来看 好 国民党的选战策略 那是什么 国民党的选战策略 叫做雇本赔源 所谓雇本赔源 就是说他的执政现实 他能够掌握这些票源 但是赔源呢 就是说你这个雇本赔源的赔 一个土字旁 再加上一个背 好 就是说雇本赔源 你这个源 究竟那是什么 那当然这里面就是因为朱立伦 个人也比也要参选 所以就是造成了雇本赔源的 源 永远 永远 飘忽不定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现在问题来了 朱立伦自己知道 他因为民调太差 所以他没办法代表国民党 然后就处处三管无卡 就是处处卡关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拖到六月 三月可以决定的事情 他要拖到六月 那主要的是说 他顾本赔源赔的是什么 赔的是民调 他是认为透过一阵子 我这个民调能不能上来 如果可以上来的话 他以党主席之孙 就可以顺势参选2024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2024到现在没有办法定案 大家通通不知道为了什么 那回过头来说 说到了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朱立伦要不要 郭台铭或者是侯友宜参选 这个才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坦白说朱立伦选侯友宜选 郭台铭是迫于无难 那迫于无难又要有人选 所以他才会讲第一阶段征兆 第二阶段整合 第三阶段菲律联盟的联合作战 他才会想出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事实上国民党在朝 都没有办法去整合党内的分立 他在野他有什么实力 去跟别人谈条件 那就国民党现在的现实态势 你来说的话 朱立伦的很多作为 是等于在断送国民党的江山 可是一旦断送了以后 他的政治生命也到此为止 所以我们现在看2024的这个局 谁来乱 大家都在乱 就是先是党中央乱 顾本培员乱 然后人选乱 这个三个 这个三个乱 如果不能够解决的话 干脆2024就把江山 送给赖清德算 这是我们下车的 是在这个环境里的 东西 是在这个环境里的 这种环境里的 也就是在日本 是我们下车的 是我们下车的 这种环境里的 是我们下车的 是我们下车的